幸福食堂 欢迎光临 远雄新未来三提供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请问一位 人呢 没有人呢 没有人你突然间还是欢迎光临呢 老板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每次都说我定义不够大声 这个tempo抓得不好 所以我要加紧练习 练习 你以为你是刘德华吗 我一开始练习一开始慢慢着急 最好下次客人来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大声 这么有精神 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练习 捉弄我翅膀硬了是不是 老板 欢迎光临 老板 看什么还来 还要骗我是不是 欢迎光临 变脸变得真快 一进来就唉声叹气了 其实我们这边夫妻 进来有互相吵架的 有互相飙人的 互相骂人的 什么都有 但是第一次看到有 进来就互相哀声叹气的 这样子我看你们要不要先吃点什么东西 会比较好一点呢 对我跟你说 我煮的东西超好吃 我跟你讲因为我的关系 我们餐厅要排2023 所以你们应该要开心一点才对啊 谢谢你们的好意 不过呢 在解决我们的问题之前 我实在是 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老板呢 我们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麻烦 但是前一阵子我朋友说 我这边的老板会帮忙人家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特地跑到这边吃饭了 蛤 你们哪个朋友说这边老板 会帮你们解决问题的 那 那个 就一个光头啊 对 光光头啊 你忘记了吗 Paul啊 对对对 我跟你讲 只要你们认为你 跟他讲 他绝对帮你们做主 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 什么叫我们会帮人家做主 你不要乱讲话 但是两位看起来 真的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想就算是美食当前 你们也吃不下去 那不然就 就这样吧 就麻烦两位把你们烦恼 跟我说好了 唉 其实啊 都是因为房子的事情 房子的事情 真的让我们夫妻两个 一个头两个大 刚才先生提到你 现在本身是一个头两个大 哇 那很严重 嗯嗯 你跟他说因为房子的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可以慢慢讲 阿口水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们当初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其实都规划好空间了 像比如说我岳父的空间 我们小朋友们的空间 然后还有我们夫妻两个私密空间 其实都有规划好 但是呢 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人生最大的变化 就是五年生三个孩子 老板你知道吗 我当初只想要三房两厅一位 然后呢我们夫妻有小小的生活 孩子有小小的生活 但现在孩子上小学了 你知道他们要写回家功课 都没有房间耶 哼 怎么可以啊 先不要讲说要写回家功课的房间 都没有 我们现在两个人呢 通告一结束 想要回家喘口气 喘口气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一个人去应付三个小朋友 另外一个人去慢慢地享受自己的时间 我们没有自己的休息的空间 这样听起来其实问题真是蛮大 尤其刚刚太太在抱怨 我们计划赶不上变化 五年生三个 其实就我看起来 这好过三年生五个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年轻的夫妻在刚结婚的时候 对于家庭的规划 其实没有什么经验 总觉得孩子小小的这样空间是大 是够的 但是慢慢等孩子长大 幼稚园念小学 等家念国中高中的时候 你们更惨你知道吗 因为孩子慢慢在抽高在长大 空间会越来越小 不是空间变小了 是孩子长大 另外一个问题 当结婚结久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问题 想要拥有自己的空间 因为年轻的时候 刚结婚的时候 想要十字刻刻都黏在一起 觉得很开心 现在慢慢结婚结久的时候 想要拥有自己的空间 对 人嘛 总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对 才可以喘息一下 所以空间调整这个机能 将来会变成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 对不对 Fred Fred 我在跟你讲话 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吗 不是 我在想说 如果我现在跟我老婆的房间里面隔一间 以后如果有小孩的话 他有他自己的空间 然后我有自己的空间 我就可以在里面看一些爱情动作变 就不会被打扰了 我刚刚听了个大概好像是空间调整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我也帮助不了你们 对不对 我也不可能重新帮你们买个房子送给你们 是不是 老板 这个时候不要叫老板好不好 干爹 干爹 不要加干爹了两个字好不好 叫我干妈 不是 这不是重点好不好 Fred 对的 真的 就只有你 老板 你这样突然地告白 我非常地开心 但是 我已经结婚了 我不能背叛我老婆 我在这边先代替你老婆 谢谢你的忠诚 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不能再让他们哀声叹气下去了好不好 是不是想一点美食 做一点好吃的料理 安抚他们的心灵 你可以吗 这没问题 我做的料理 就会让他们开心到不行 那就拜托你了 你真以为我会看上你 不要脸 来 墨西哥卷 来帮你们介绍一下墨西哥卷 哇 它下面呢 其实就像一个家一样 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底部 它的Foundation最重要 那中间呢 就是有一层一层的堆叠 比如说家人啊 然后到时候你再把它卷起来 融合在一起之后 送进口中 很香 其实就传达了家的意境在里面 Fred 真的很棒 来 两位先赶快尝一下墨西哥卷 开动咯 小可的嘴巴好大喔 它的牛肉的味道好入味喔 加上上面的那个cheese的味道 一层一层堆叠上去 那个牛肉味道又更香 一层一层堆叠 它不是单一的味道 不是 它不无聊 它不无聊 它也互相撞击 互相撞击 它在里面是有互相撞击的感觉 是活着牛的感觉是不是 因为它的BBQ的烤子 是有点辣的 有点微辣的感觉 但是它cheese的味道呢 那个甜反而综合它的感觉 它的舌头可以藏出来 你没有想到的味道 对 你可能做的时候觉得很单调 但它吃的时候好复杂 你知道吗 有啊 它刚刚讲完的时候我思考 诶 这道菜是我做的吗 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在这边有好 谢谢你之外 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你每次做的食物 做的料理都可以让我们的客人 吃的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你到底是加了什么 可以加这么好吃的东西 天分 刚刚是聊到房子 对 房是聊到什么空间 最实质的问题就是 房子不够大 像我在家里面也遇到一个 不够大的一个问题 真的吗 我太太也是觉得不够大 哪里 哪 她觉得我们家房间也是 我从事实出头的时候 就一直在为不够大这三个字 一直在烦恼 她现在已经习惯了吧 对 你也会觉得不够大吗 不会 不够大 我担心的不够大 是房子真的不够大 房子不够大 但是小孩一直在长大 对 最重要的你们刚刚讲 那个不够大 不够大真的很重要 那好像就只能说 去隔壁再买个房间 或者是叫原来的人搬出去 譬如说叫岳父滚 那岳父搬出去好像也不行 那这样子 福地抽薪的办法 就只有一个 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要不然的话 你们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你们这个甜蜜的负担 不是吗 你也有这个想法是不是 不不 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小小小小的梦想 但这不是在我身上 就是因为我老公啊 他很喜欢就是睡前来一泡 汤 他都会揪我一起泡汤嘛 然后我就会 我们如果不笑出来 会不会很没有礼貌 那我再讲一次 我就是很喜欢睡前 好险你们笑了 他常常就会找时间 然后出去外面泡汤 然后揪着大家一起去 那其实我本身很不喜欢泡汤 我就很希望家里面有个空间 他可以自己想要泡的时候 自己找自己就好了 不要每次都找我 不要 因为我已经五年生三个了 再这么泡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对啊 硬体没有变大 软体一直在膨胀 不是 老婆 我听你这样讲 我觉得好窩心喔 你居然有想到我耶 你有想到我 我当然有想到你 只是我一家之主 我怎么会没有想到你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会 你都知道我最喜欢泡汤了 一般来讲在很久以前的乡下 都要用冷水泼 他们才会分开 或是打雷 稍等一下好吗 两位清醒一下好不好 两位真的是浓情蜜意喔 而且你们情绪跟刚刚进门前 到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耶 真的 你进门的时候那脸好臭 现在两个人脸上好 好春 春衣盎然 知道吗 真的很羡慕 但是我还是要回归那个空间的问题 刚才有讲到空间问题 你小朋友慢慢会长大 比如说像你是 你是五年生六个 五年生三个 五年生三个 小朋友对不起 五年生六个 那有一个是 五年生三个 小朋友刚刚生的时候很小 然后慢慢长大的时候 就慢慢长大 慢慢长大 他小学 国中高中 慢慢就很大 会变得比爸爸还大 一个一个又大 又粗壮 空间自然就变小了 再加上你讨厌的岳父 不 你可爱的岳父 又住在家里面 岳父不会再长大了 但是岳父会很 阿爸的一直赞助者的空间 包括电视机 包括沙发 然后包括 几张床都会站住 所以慢慢的你会觉得 很辛苦很累 为什么这样 因为空间压缩 再者像你说的 先生睡前喜欢 萊姨泡汤 好好笑喔 老板我处理 没事人家夫妻萊姨泡汤 你处理什么 宁可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空间大一点 将来慢慢你的家庭成员 丰富的时候 你才不会觉得居住 但是有关这一点 我要再次推荐一个人才给你们认识 这里还有人才 有 怎么可能 FRED 不要看他这样子 他不是只会做美味的料理 他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要报告给两位知道 FRED 远雄新未来山每户拥有的大瓶树 宽广的室内空间 刚好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 哇 这么短的台词 你要看大字堡 好 老婆 干嘛 他也有死的叫你大声受惊了 不行 不是受惊了 我们现在马上就回家去 好好的把房间规划一下 顺便呢 我们也把我们的人生计划一下 真的好好笑喔 尤其家庭计划第一次遇到 有这么多人讲 上一次这么大声讲的是 卫生所的人员 但是很棒啊 吃饱了 吃饱了 好吃 很好吃 其实餐厅的流程就是点菜 吃饱 买单 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不是 请一下我们今天这样吃 总共多少钱 这样的金额 不是不是老闆老闆 来来来 这个我来处理 我跟你讲我们叫做幸福食堂 就是要他们幸福指数来付 他们愿意付多少 我们就拿多少 你很帅耶 人才 我现在看到你是个人才 那我可以随便给吗 当然没问题 你想给多少 当然 什么叫做当然随便 如果他们俩只给十块钱 剩下多数块钱你要出是吗 可能 我谁我朋友 我煮的东西超好吃 他们一定付大把 大把钞票来吃 好来来老板 不好意思 今天麻烦你们 那这个小小意思 希望吃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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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点 全部都要给我们的 谢谢 真的是演艺圈有名的富二代阿伯 你解决了我们的疑难杂症 对不对 其实小小心意 应该的应该的 谢哥 来走走 慢走 谢谢瓜哥 我回去跑趟了 好扩座的人 好扩座的人喔 小哥怎么配得上他呢 阿兵又算 你看又钱 真的 两个墨西科卷 给一万八千多块 我拿的都不好意思 我给那两小块 是不是特地缩小了 有点 因为我怕他们不付钱 因为我们前两次都没拿到钱 但是严格讲一下 两个墨西科卷 你赚一万八千多块钱 我真的觉得良心 好安喔 不用客气 真的不用客气 Frey我早就看好你 知道吗 自我第一次的事情 我就看好你 你比很多的主厨都强多了 比如说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哈啰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我是Janice 炎毅格 好大家好 我是顾夫李思维 大家好 我是李又廷 大家好 我是Sper 大家好 我们是没有才能 9月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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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求生活节 好朋友求生活节 就在美提河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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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喔 我们一起去喔 去喔 一起去一下喔 我们不见不在